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分成三个阶段来松绑 也不排除用正面表列方式 应佩戴场所 我们在今天新确认了 本土的病例有24,798位 比起在上一周的礼拜三 33,000多位 降低了大概25%左右 同样的这也是延续着 下降的一个趋势 我们也期待这种趋势能够持续 也提醒民众 虽然是持续在下降 但是病例数还是有2万多位 这些的防护的措施 还是要注意 今天的66例死亡个案号 集中有两位年纪较年轻的是 40多岁的一位男性跟一位女性 两位都有接种过三剂的疫苗 也都有慢性病史 那分别叙述如下 第一位40多岁男性 是有肝硬化的慢性病史 那他在11月3号的时候 因为有这个胸痛呼吸困难的症状 前往急诊 在急诊这边有检查发现 有肺炎 也有疑似心肌梗塞 也做了新冠的快筛阳性确诊 完成通报 那就收住院来继续治疗 不过住院后然不幸因为病况恶化的关系 在11月6号的时候就过世 死因主要是新冠肺炎合并呼吸衰竭 那第二位是40多岁的女性 本身有慢性神经系统的疾病 在10月4号的时候 有咳嗽跟发烧的症状 持续大概两三天 在家居家照顾 他有经过快筛阳性诊所这边确诊 不过10月7号当天就突然出现 全身抽搐 紧急送医 医院这边的检查是怀疑脑炎 所以收出家户病房 也使用了类固醇跟瑞德西韦等药物治疗 不过仍然因为病况恶化的关系 不幸在10月9号的时候过世 死因就是新冠肺炎跟脑炎 所以这是今天两例 这个比较年轻的死亡个案 另外在这个青少年的重症 有增加一例肺炎 这是一个13岁的女生 本身是没有接种过任何一剂的新冠疫苗 10月26号的时候开始有发烧呕吐 那他本身是有先天性的一些多重疾病 那在出现这些发烧呕吐症状后 10月28号就医在医院的PCR阳性确诊 那也检查有发现肺炎 所以就安排住院也使用了瑞德西韦 不过住院当天就发生了氧气浓度下降 以及有呼吸窘迫的一个情形 所以紧急插管转入交病房使用呼吸器 那目前是仍然在交病房住院中 大方向是室外跟室内 但是室外的定义还有哪一些例外的场合 这个我们现在正在讨论当中 刚刚你所讲到的就是说一些大型的 不管是演唱会体育场所 或者是选举造势 那这些都跟很多不特定的对象 不能保持社交距离 那这些是不是有令定规定 这些我们还在思考 那至于说所谓的第二阶段 那这个室内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们还要再看状况 我们初步想到当然像医院 长照的这个住宿中心 那密闭的这个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之类的 那或者是说大型的室内的集会 这些都是还是可能会变成正面表列 需要戴口罩的地方 那这些都会变成正面表输工具